香港足球隊對烏茲別克的銅牌戰 不少球迷穿了紅色球衣 帶著自製的打氣標語 提早到商場齊齊集氣等開球 希望見證港隊爭奪亞運史上第一面的足球獎牌 今將有潘佩軒和簡家康復任正選 有球迷認為人腳齊整信心十足 前線很大可以分球和進攻 如果加上安永街 前線可以搶到入球的機會比較大 街上有不少人穿香港隊的球衣 所以我覺得今天比較多人都支持香港隊 杭州今天落起龐沢大雨 兩隊都要打水戰 烏茲別克一開球只是三分鐘 才在港隊禁區製造混戰起腳射門 雖然過不了門將謝家榮 但之後就採取一輪狂攻 港隊的血肉長城 終於在42分鐘失手 奧迪路夫在無人看管之下 左腳碰網 港隊半場落後0比1 下半場開賽只四分鐘 港隊有路防守就出現漏洞 烏茲別克落茶耶夫接應全中 更換射入2比0 今屆表現出眾的門將謝家榮 左飛右撲 但都難敵烏茲別克攻勢 講足58分鐘再失手 烏茲別克開出角球之後 港隊門前一輪混戰 落茶耶夫撿雞 回開二度 港隊落後0比3 赤和諾夫接應各球後腳射成4比0 最終港隊負四球不敵烏茲別克 拿到足球賽的第四名 但仍然屬於亞運史上的最佳成績 其實香港世界平民很低 其實140多 但我們之前贏到世界平民22的伊朗 其實已經出盡了他們所有力 所以四強已經受獲120分的表演 可惜當然打到這一球 但始終都很明顯看到 球員個人實力和質素都有差距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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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